大学文凭在就业市场中贬值了吗? 根据主机总处的统计,2021年所得收入调查 以教育程度来区分,大学毕业可支配的所得平均数是64.47万 低于专科毕业的65.36万元 那么像这样,大学教育程度所得收入被专科超车的状况 已经是连续9年了 这也让不少学生开始重新的思考 在求学同时,是不是该更专精于专业的技能 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有不被取代性 学生时期就具有专业技能 出社会后的待遇是否比同侪还要更优温呢? 我觉得是专科生待遇比较好 已经有预先做好出社会的准备 大学生吧,因为有些工作也是要看学历 翻开主技处2021年所得收入调查 如果以教育程度来区分 大学毕业可支配所得平均数是64.47万 低于专科毕业的65.36万元 像这样大学教育程度 所得收入被专科超车的状况已经连续9年 不过研究所以上可支配所得的平均数 则是首度破百万 民众好奇 大学文凭持续贬值 还不如拥有专专业技术在手 技职体系的这个毕业生 可是他的程度因为他之前在校的时候有参与实习 然后有做一些这个企业参访 他的程度并不亚于这个朔博士神 大学学历的这些人因为他的基数比较大 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准确的去看他这个平均值 另外主技处调查也发现2021年各年龄层的所得收入 除了65岁以上其余年龄层所得收入都创下历年新高 其中未满30岁的族群平均年所得51.98万元 换算平均每月收入4.33万 有专家分析近几年就业环境改善 还有基本工资调高 让青年所得持续增加 基本工资挥动这个比较效应 让新鲜的起薪持续的一个成长之下 青年的这个所得创一个这个新高 就业市场竞争激烈 毕业大学毕业证数越来越薄 想要拿到好待遇必须持续专精技能 保持竞争力 借台北综合报道